老师好,那等一下我就来做一下示范 我这个FB的封面我改过几次 那各位这次这个看到这个是我上次跟在我们学校教我们学校小朋友 我做给他们看的 当然小朋友没有FB啦 不过有些孩子还是有 那我们不讨论那个 来,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FB有它固定的尺寸,对不对 所以呢,我这次的任务是做FB的主题 所以就选社群媒体 点进来咯 点进来的时候呢 这边是在分裂让你看 正常的状态下都不会在这里做 老师看到这几个字吗 建立空白设计 它只是帮你把尺寸定好 接下来都要自己设计 我不是个设计师 我也不是艺文老师 我也做不住漂亮的范本 即使我有能力,做也要很久 我们就用它来弄就好了 所以往下拉 往下拉从这里范本 范本就精彩的地方开始了 哦,我不是要做贴文 他说你做贴文你也可以有点变化 不要只有每次打几个字 可以加这些 新年到了 对不对 把自己的照片放进来 打几个字 可以做得很棒 重点在哪里呢 查看全部 才会显示所有的范本 来往下拉 这次我要做的是FB的封面哦 所以接下来点查看全部 好,我们刚介绍过FB的封面 这边有22680个 对啊,你每个礼拜换一个 做到就用不完 那你就去挑一个 你觉得符合你style的范本 符合你style的范本 来,这里哦 我们再带着老师来做一下 那时间关系我可能也不要挑太久 来,我再看一下 譬如说这次 是人也会有些偏好 我这次使用这个好了 我这次使用的是什么 这个 所以等一下我把我照片放进来 然后打几个字 好,就挑你喜欢的 如果你选了这个 你可能要多挑几张照片哦 各位看得懂吗 来,我选这个 DuckGrade 按S 来这里哦 接下来再来选 自定范本 下面还有相关的 他说你刚刚挑到这个 跟它相同范本 你从这里还可以马上做切换 老师有看懂吗 哦,这里 类似的 我觉得刚刚这个也不错啊 好,我现在换成这个好了 这个都可以哦 来,这时候再点哪一个 制定此范本 老师注意哦 这时候就进到 Canva的个别范本的编辑模式 我把这个介绍一下下 你看一下哦 首先呢 在这里还可以再换 这就是我们刚刚挑的设计范本 我这个还是可以再 还可以再换这个哦 老师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 点了这个就可以换掉哦 老师这个 这边做切换 那左边这边呢 老师看一下哦 Canva除了范本给你很棒以外 它还有元素哦 它有一些可爱的插图啦 或是特殊功能 超过 好像超过上亿个 非常夸张 那这个第三个选项是 上传你的照片 比如说介绍我的封面 我怎么会放那外国人 一定要放我的照片啊 所以你自己的照片 学校的照片 自己的影片 就从这个地方做上传 那这个地方可以修改文字 我们的封面啊海报 一定会有文字嘛 哦 做完东西都在专案这里 来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点进来 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了 来这里 大家等我一下下哦 仔细看仔细看哦 你的素材怎么放进来 这些人跟我不相关 要点左边的上传 上传的时候呢 这里呢 几个功能可以上传自己的 电脑的档案 老师这里有云端硬碟 对 如果你点开来 要取得Google云端硬碟 也可以把Google项目加进来哦 都可以哦 哦 那就更方便 可以上传也可以及时录影 可以上传图片 影片 声音 老师声音干嘛 他可以做影片 可以做那个简报 可以加声音哦 那我就先点上传哦 各位看一下 上传的时候呢 好 这是我自己的图片 给老师看一下就哦 这里 好 我先传这一张好了 冲写老师 再传一张 上传 我把这个也传上去 来那传上去怎么替换 仔细看哦 这些是一个很棒的设计 我把这个图移过来 你有看到吗 靠近它的时候你就会感应到 放开就换掉了 我想用这张 拉过来放开 就换掉了呢 老师 我希望他看左边 或者人再放大一点点 好 点着他 在上面 当你点 这张图的时候 修改都在这一排 上面这一排 你看见吗 哦 这没有翻转 我点一下哦 我可以让他水平翻转 老师 我想人再更大一点 那就在这里 按两下 再按两下 做什么呢 你有看到我在做吗 我希望人头放大一点点 哦 调整 图片在里面位置 再上去一点点 好 旁边点一下 就换掉了 所以呢 其实用Canva做 我开玩笑 就莫名其妙 做的都很棒 啊 接下来就改字哦 按两下 开始改字就搞定了